身上的本事 一半是家中留下的骨骑 另一半是偷血而来 谢过你当年的救命之恩 还有我深沉那天 谢谢你 终于来到我面前 在那天一世 我就一直记挂着你 我当日就说过 我会有上门讨还的那一天 其实我并不顽固 我也不喜欢胡混 只因书家势大 我越求上进 皇上便越不得安心 母亲让我学着胡闹 也是为了自保平安吧 你千万不要把我 当成那样的人啊 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一开始便知道 那 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 尽可说 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 我觉得你好傻 危难之中还能出手相救 可从那天起 我便忘不了你 谢谢你 谢谢你